為了要來提升選擇的介紹和解決中收購的問題 農委會是選擇加工收工是無限的 所以由這區農會從7月以後開始 就為我們的農民來收工這個儲蓄品的選擇 而且無限 拼借無限 所量 每公金10戶補助農民的損失 所以由這農會大型停車場 就能看到20多台的社會車是拍到斷熱了 來等台交回農會的為民 由這區農會大型停車場來 可以看到20多台的社會車 台是一台接過一台在拍對單台 他們出現一台用在車的最新的車籠 農民表示 因為今年選擇受到已經影響 山領沒辦法運燒出去 又加上介紹不好 他們出將自己所在情的選擇 來交往由這輪會做出力 有了啦 1公斤2元 這樣怎麼可能沒有啦 那來這裡呢 來這裡就台金6元 這樣你們的社會會去增加就對了 不然你看2元 2元 2元 6元差很多 只要把那個 芒果品質比較差的把它去化掉 讓市場的價格能夠提升 目前為止來講 收購情形還不錯 為了要提升選擇的價格至中收購的問題 農委會的日程是選擇 加工收購不太多 民主由這麴農會 從7月1號開始 從早上8點半到12點 為農民來收購出品的選擇 並且不含品種和收購 每公斤10元的價格來補助農民的順利 目前收購的收購達到80公噸 我們7月1號開始收購 目前大概有7、80公噸了吧 市場價格也有進回升了 內沒有分 它不分品種 每部分品種 對 那目前收購價多少 1公斤10元 對每天中收購收購很嚴 會進行到什麼時候 由政區農會標示 目前沒有接到農委會統帝 和時來停記 民主的汽收來進行收購 只要農民交費需要 不嚴重來順利 有多少量都會留全部收購 以萬市民上的選擇 價格可以不斷貼身 既然蕭建瑋也正在哭 探望報得 那